感染狂犬病的幼歡 先後的南投雲林跟臺東被發現 防檢局不排除病毒已經擴散 農委會防檢局表示 狂犬病的感染途徑就是唾液 除了被狂犬病處處咬傷 其他自己接觸 並不會被感染 如果口腔沒有傷口 動物啃咬素子的屍體 也並不會造成傳染 素子屍體煮沸過後 病毒也會被消滅 只要沒有被野生動物攻擊 並且造成傷口 民眾也不用太慌張 防檢局表示 感染狂犬病的哺乳類動物 其症狀基本上分為兩種 第一種是狂造型 動物會經常的發怒暴躁 失控的隨處亂咬 突然自發性的就處於攻擊狀態 另一種是成癒型 又是比以往更消沈 無精打采 沒有活力 動作緩慢 共同點是雙眼發紅 拖曳不斷從口中流出 家裡面寵物如果有類似的情形 都要特別注意遠離 或者向受醫師求診 家中寵物必須每年注射 狂犬病疫苗來補強抗體 否則被宿主咬到 被感染的風險還是很高 行政院人民會表示 已經透過農委會瞭解疫情 會配合民間團體積極 加強原鄉地區的防疫宣導 那當然會裡面在辦理一些會議 或者是辦一些活動的時候 我們也會在不同的場合 也盡量做一個宣導 讓民眾提高一些警覺性 行政院人民會說 接下來會確認 各原鄉地區鄉政衛生所所預備的 免疫球蛋白跟狂犬病疫苗的存量 如果有短期的情形 會協助地方盡快跟衛福部聯繫 盡速補充疫苗 記者國內麻藥 台北的事實上報導